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老少爷们 大家早上好 中午好 晚上好 又是我 我又来带大家逛胡同了 这次我们还有一个客座的嘉宾 我们的文老师 来 文老师 你好 你好 甭管您叫文老了 显得那么生分 我们北京人的规矩 对 管大点就叫哥哥 哥 文哥 您看您是经常是来这篇胡同 印的协计之类的闲逛吗 对 偶尔来 其他以前来过挺多次的 得嘞 这印的协计算是北京的 特别有名的一个地段了 原来在老时候 隶属于我们北京的西城厂桥地区 这厂桥地区 其实还出过几个名人 比如说我们当时 曾经那功夫巨星李连节 就是厂桥胡同这边小学出来的 刚才咱们从印的协计那边走过来 正好还碰上一段新人结婚 正好一新娘子 一新郎官 跟那当众游行似的 拍这么个结婚照 虽然吧 这个挺值得祝福吧 但是在这个游客这么多的一个地儿吧 显得有点傻 跟那个当众游街一样 而且穿着这个厚厚的一个裙板 还有一个成绅的一个连身西装 也不容易 这大热天的 您说您看您穿一短袖 我穿一皮靴 咱都热得满头冒汗 是吧 这反正祝福他们吧 算是一个意外惊喜 咱们现在走到这个地儿 就是压二胡同 原来文老师文哥压二胡同 打过多少次 不多 也就一两次吧 也就一两次 拍照片过来吧 那您是平时爱拍个老北京的胡同吗 胡同偶尔拍 主要是拍都市的那个街道的感觉 都市的街道的感觉 如果您要是想 刚来北京是经常拍胡同 是吗 那您来北京多少时间了 时间多了 2004年来了 2004年 那眼瞅着 这也就18年多了 18年多了 这压二胡同 这仅来这音的斜接 但是和繁华的商业街音的斜接相比 这压二胡同 算是一个比较僻静的 一个我们居民的胡同 压二胡同最有名的东西 可能也就是这些所谓的四合院 还有一些老宅子 还有前面我们可能 即将要走到一个地儿叫广华寺 广华寺 对 广华寺 广华寺文哥听过是吧 听我听过 对 广华寺这地儿还挺有名的 广华寺是我们华北地区 有名的一个十方祖名 而且这广华寺呢 也是现在的我国佛教协会的 一个住地 待会咱们去广华寺呢 然后去门口 咱们可以看一下 然后广华寺这边呢 还是一个我们平时在信仲 在祭拜的时候 相当比较旺盛的一个寺庙 如果要大家在平时 从过年过节初一十五的时候 来这边的话 可能能看见非常多的信仲 来此参谱 还有很多的居士在此行不行 对 然后咱们前面这些都是老宅子 老建筑之类的 如果您要是平时对摄影有兴趣 然后想看一些真正的 北京的人文的东西 来压着胡同就没错 对 我第一次来感觉特别好 是吧 您这 这些就是老北京的一些小小的 一些建筑上的一个特色 那个文革知道 这门口这俩石头的吧 不知道不知道 我只是走马观花的 走马观花这样的 我感觉中国哪个店 都有石狮子感觉 这石狮子和石狮子 还不太一样 来咱们接近看一下 好好好 这东西 在我们北京人 小时候童谣里面 有一句话 叫做傻小子坐门堆 哭着喊着要媳妇 您听过吗 听过 这肯定听过 这个玩意儿 其实就是所谓的门堆 但是我们实际上 我们应该管叫门当 起什么作用 叫门当时 这个是比较有讲究的 比如说 这一家一户 我有这个门当石 说明我们家过得还可以 但是门当石一般分两种 一种是这种石骨形的 上面圆的 一种是方的 这种石骨形的 代表你们家 可能是原来有个小的武官 或者武将 像这样有瘦瘦的 基本上代表着 我家里是一个高官显赫的武将 但是这种是属于现代装饰品 不和当时的那个 成建制的一样 方形的那种门当 是属于我们家的文官 而且文官是做到了一定地步 上面才能有这种授手或者石石 如果是我家就是一个土材主 奔有钱 或者我就是特别喜欢读书 附庸风雅 那可能就是一个方形的门当石 但是也没有这些所谓的一些雕刻 只有有些雕花或者就是一个素的一个方石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门当 上面啊 那个就是我们的一个门户的一个象征 像这样的门啊叫蛮子门 蛮子门 对蛮子门 就是蛮泥的那个蛮子 就是说我们一般人也称不在里 叫一步门 一步就能迈进去 这叫一步门 这一般呢是我们稍微有点钱啊 或者就是商人做生意的时候 我们用这种 这样的比较多 这掌戒是掌戒 我们所谓 中国有一句成语 咱们俩娶媳妇 或者说咱家谁要讨个女婿什么的 讲就门当户对是吧 对对对对 所谓的门当就是这个 户对就是这个 意思就是说 我得娶一个和我们家的门帝相等 一个社会地位的姑娘或者小伙子 这才叫做门当户对 原来我做 这张建制 这张建制 已经客气了哥哥 这也都是 你看就比较典型的明清式的木制建筑了 您可以拍着玩 不过好像年久实修 这段是那个保护区吧 应该是 现在应该算是文物保护的一个地方 像这么大规模建制的一个 木制结构的一个建筑 应该是很难得的 算消息 但是现在看已经破败的比较时间长了 是 但这个东西如果修的话就不好了吧 修新的话就 这个东西 其实我国的文物鉴定和保护这方面 起步比较晚 然后我们在文物鉴定保护头 包括历史文物保护的方面 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修旧如旧 修旧如旧 对我们最起码不能把它一下从一个古代建筑 变成了一个现代工艺品 有的更甚者呢 比如说像有的 我们在文物修复过程中 把一个本应该是一个很旧很有历史感的东西 变成了一个光亮如新的一个工艺品一样 这样就让人感觉到 丧失了本身的一个文物价值 也对它的文物的本身的一个本体 造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破坏 所以我们刚开始 就这些我们的文物保护工作者 其实有一部分经验 都是来源于当时意大利的 我们的文物鉴定还有保护的工作机构 在文物保护方面 我相对来说起步还有研究比较晚 所以我们很多的一些东西 都是根据意大利 因为意大利从文艺副下那个 那个壁画那个是敦煌的 您说的那是吗 我看那个意大利也有那个 教堂里面的石壁画 对 教堂那些壁画 但是还有很多建筑什么的 我们都是从意大利学的技术 当时也是包括故宫 也都是从意大利那个时候 请来的专家帮忙一块修复我们的 一些文物古建 我前两天看那个陈南青的局部 就谈到那个修复 好像也谈到中国请意大利 那个施力画师 对对对 教授经验 其实这个东西是非常讲究的 咱们现在正式进入鸭二胡同了 对 鸭二胡同 这条胡同 其实刚开始不叫鸭二胡同 然后刚开始这条胡同 因为是沿着我们后海 所以刚开始它是叫鹽二胡同 鹽二胡同 和鹽的鹽 和鹽的胡同 和鹽的胡同 在明朝的时候又改了 改成 改成乌鸦的鸭呢 鸭二胡同 哥哥您听话听我说 这中间改了一次叫做鸭子鸭 鸭二胡同 在1949年之后 中国我们新政府 开始整顿我们的胡同接向名 然后把鸭子鸭又改成乌鸭 具体是不是那个鸭子的鸭 代表现代的某种奇异 我就不太清楚了 但是还是好像叫乌鸦的鸭 用氧气点 鸭子显得稍微点沉 加醋 对 然后 从鹽耳到鸭子的鸭 到乌鸭的鸭 是这么来的 对 哥哥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 中国的传统式的建筑 这一股 要是我没记错了 我还能叫如意门 如意门 对 这种门是应该叫如意门 就是门头在前面一点 上面一个蓝的 一个蓝柱子 门口 您看 您这有两个当时 对 您看您刚才我说的 您记住没有 这圆的是代表五门棍还是五江 对 没错 但实际上这不太可能是一个 真正的一个当时留下的东西 这应该后期的工艺 那原来是大小也是这么大吗 不会要比这大一点 应该比大 对 会要比大一点 当时的那个刑制有特别高的讲究 比如说您是平民百姓 您就是再有钱 也不能用这种东西 您这叫建月 建月 对 然后如果要是说 您这个平民百姓敢这么干的话 那您就请等着吃刀子吧 和珅就这么死的呀 对 他之所以被搞掉 不是最大的罪名 不是因为贪污 而是因为建月 建月 对 超规格 对 超规格 给自己家布置得太好了 对 就是这样 然后像我们这个门 一般的平民百姓 刚才咱们看那种蛮子门 就百姓用了 像这种门 从门口到海门 一步跨不过去了是吧 有一段距离 这不知道文革原来 听没听过一句 中国的一个古话 叫门身一齿 光高一级 这个没听过 没听过呀 咱们来讲讲 这中国古代 一共有我们的九品十八级 这是我们的关节 那个九品十八级 每级分整纵两级 一上一下 一个整 就是相当于我们的完整 一个正式的整 那时候念整 整纵两级 我们一般说什么 整一品 或者纵一品 这个就是这样 九品十八级 就是门身一尺 光高一级 我们这个大概是三尺左右的距离 如果这可能就有点我们的关位了 再往那深了聊 可能六尺 再最顶尖的九尺 大约的 那九尺的 那就是深宅大院的 所谓的深宅大院 就这么个身份 原来我们唐朝有一个诗叫做 《一入侯门深四海》 《从此消廊逝路人》 有些人 这个侯门深四海 其实就是这段距离 深四海就是这段距离 好 走 多一个咱们接着往前聊了